紫黑的光芒 有如厚厚的云层 笼罩着天地 甚至连阳光都在此刻被阻挡而下 一种格外可怕的威压 自天空之上弥漫开来 这座山脉之中 步伐妖兽 而在此刻那些妖兽 其实缩着身体不断颤抖着 那种原子上位者的威压 令他们的灵魂都是为之颤抖 那是一种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对于他们所俯视的生灵 是一种绝对的压制 天妖雕 妖界中顶尖级别的强大妖兽 即便是面对那些古老而强大的龙族 他们依然是丝毫不惧 他们是真正的处于顶端 没有任何的种族能够成为他们的天地 而这种妖兽界顶端般的存在 一般极少会出现在东悬域之上 但是并不妨碍这里强者 以及妖兽对他们拥有的恐惧之心 而在东悬域之上 强如原门这种执牛而者般的 召集宗派 在面对天妖雕一族时 尚不敢表现出过于嚣张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虽说原门底蕴深厚 但天妖雕一族 比起他们只会更加的恐怖 而在以往的年头 原门也曾纠结了一些超级宗派与天妖雕作战 但最终是没取得什么太大的胜利的 双方之间都守着顶尖强者陨落 从而也导致双方之间有所仇怨 不过总体来说 因为原门在东悬域势力庞大的缘故 倒是很少会有天妖雕单独出现 而同样的原门的人若去腰域的话 也必然是缩着尾巴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一旦暴露身份 那将会引来多少的麻烦 也正因为天妖雕一族 在东悬域极为的罕见 所以当江长老以及黄金鬼霄 见到天空上伸展而开的巨大紫黑浮衣时 那心中的惊骇也忍不住冲破理智 浮现在他们的脸庞之上 开死的 这家伙竟然是天妖雕 江长老脸庞上惊骇持续一会儿之后 便在极端阴沉下来 那闪烁的目光中阴影有着不安 小雕的实力或许只是与他相仿 但他很清楚 天妖雕一旦动用本体半战 那战斗力将会变得多么的恐怖 江长老目光闪烁着 玄机看了一眼一旁的黄金鬼霄一眼 此刻的后者面色近乎煞白 身体不断颤抖着 身为妖兽 天妖雕对他的威压更是被放大许多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理智压制着 恐怕这黄金鬼霄早就有掉头逃窜的冲动 江长老面色阴厉的喝道 有什么好怕的 即便他是天妖雕 因为二人联手他也难以奈何我们 若是分头二战那就必死无疑 听到他的喝声 那黄金鬼霄苍白的面色方才略微恢复了一些 满嘴苦涩点了点头 他怎么都想不到 在东悬狱之上竟然会遇见天妖雕这种凶煞之心 这些家伙可是连那些高阶龙族都是颇为头疼的存在 江长老冷声说道 我们一起出手 那时候动静必然不小 只要将人惊动过来 这家伙必定是投鼠机器 他真当使东悬狱是腰狱不成了 此事传出去 看我圆满强者 不让他有命来 没命回 那黄金鬼霄文言也是狠狠点了点头 他摩阴山今日几乎变成光感丝利 而且摩阴山中还隐藏着地心运身弦 他自然也是不甘轻易的放弃 动手 江长老二人对视了一眼 眼神皆是意涵 磅礴磅浩磅的园里顿时呼啸而出 划为两道足足百丈庞大的园里脾炼 横扯天际狠狠狠对天空上的小雕席卷过去 躺臂挡车 小雕悬浮天际 背后数百丈庞大的紫黑浮衣微微扇动 一张俊美妖一般的脸庞 此事却掀起嘲弄之色 而后其修长白袭首长探出 顿时那滔天紫黑云层随日涌动 直接化为一道紫黑云掌 带着无法形容的狂暴波动 如同妖神之掌 怒拍而下 巨掌呼啸而下 天底原力都在此刻爆炸开来 下风临海 直接紧数崩塌而下 一个将近数百丈庞大的掌印 深深地嵌在地面之上 在那等巨掌之下 那两刀贯穿天底般的原力皮链 也瞬间崩碎 江长老与黄金鬼啸的联手 竟然未曾阻挡下小雕的丝毫攻势 凝聚了全力一气的原力皮链崩碎 那江长老和黄金鬼啸两人面色 瞬间是巨变 前者目光疯狂闪烁着 下一撒 贤重的身影陡然凝固 然后在黄金鬼啸还未回过神间 掉头便是化为一道光影 对山脉之外暴略而去 你他妈的 突然暴退的江长老 让黄金鬼啸愣了一下 玄机顿时破口大骂 也刚想撤退 小雕却一声冷笑 单掌狠狠地抓下 田妖爪 此刻在天空裂开一刀缝隙 如同恶魔之嘴 而后一只紫黑色古老巨爪 直接从其裂缝中呼啸而出 一把抓向这黄金鬼啸 而黄金鬼啸现状 面色立刻惨白 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他实力本就不及小雕 如今后者动用天妖雕之力 他更是无法抵抗 除了逃命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不过小雕在动用天妖雕之力之后 显然是抱着斩草除根的念头 自然不可能让他逃走 巨爪撕裂天际 一把将黄金鬼啸笼罩 然后空间扭曲 犹如囚牢 一把便抓中了黄金鬼啸的身体 爪风袭来 那黄金鬼啸尚未有丝毫的抵御 身体便抱成一团血雾 心里的惨叫声在天地间响起 血雾弥漫 突然有着一道红光从中暴流而出 黄金鬼啸已修炼出了妖灵 肉体被毁 却并未当场毙命 想走 然而那红光刚刚掠出 被一道紫黑色光束笼罩 最后被小雕一把抓住了 天妖雕大人 饶了我 我愿意交出地心运神仙 那道红光在小雕手中奋力挣扎着 凄厉的声音不断传出 现在说可晚了 小雕冷笑着 手掌一握 紫黑色光束化为符文 将他的妖灵封印了 黄金鬼啸被擒 几乎电光火石之间 天妖雕的异常霸道力量 看在林洞一兴人是暗暂杂舌呀 不愧是妖界中顶尖般的种族 这种能耐远非其他妖兽可以媲美的 二哥 还有那老杂毛 小雕声音雄混地说着 他目光看向另外一处 那里江长老已经略知天际之边 在我天妖雕一族面前 林洞略感震动地望着 那近乎瞬一般出现在远处的小雕 忍不住咧咧嘴 小雕平日喜欢成嘴微 看来也的确是有些本钱的 这等实力 想来找不是遇见那些超级宗派的长教 以及老妖物 应该足以横着走了 远处的天空 有着疯狂远离波动传荡开来 想来那江长老也在拼命抵抗 不过这种抵抗仅仅持续数分钟的时间 便逐渐地消散了 再接着 天空紫黑光芒闪烁 小雕的身体便出现在林洞三人前方 在其身后 那遮天蔽日的紫黑浮衣 也是收敛进他的身体之中 解决了 林洞望着这一幕不由笑道 跳也出马 这些角色哪能翻出浪花呀 小雕嘴角掀起 颇为得意的一笑 而后双掌探出 两个紫黑光团浮现 隐隐有着咆哮的声音 从中传出来 那是乡长老的元神 以及黄金鬼啸的妖灵 这两位声悬镜的强者 如今尽成为小雕的掌中之物了 小雕的声音